老街每年高达500万以上的观光客 这个是在103年4月才完工 才完工6年 才不过6年的时间 整个路面已经如此破难不堪 到处坑坑洞洞 那自103年到现在 平西区公所也已经多次用非常微薄的经费在做修补 那别说是国际知名的观光景点 就算是一般民众每天必须经过的道路 这样子真的也太扯太离谱了 这是新北市议员林一启6月在议会总咨询的画面 平西区各个老街地平破损 虽然一再的修补 仍是影响国际观光景点的形象美观 包括电缆地下化 希望未来能跟路面重铺一同诗作 因此28、29日两天 分别在十分老街、金桶老街办理说明会 希望在较少观光客的后疫情时代 能尽快开始美化工程 目前整个市政府补助我们 区公所有关十分老街的部分是1640万 补助我们青冬老街是500万 那我想这两个工程间会取得不易 也感谢市政府的协助 金花局长还特地到现场来献看 十分老街游客那么多 那它的一个电线杆烂不齐 那造成很多的一个视野上的不好 而且造成很多民众出怒也不方便 所以我们今天希望能够协调各单位 包括十分国小以及当地的民众 能够把这个便电箱的位置能够获得他们的同意 我想这样子能够配合整个路面的施工改善 对整个十分老街的风貌 会有整个一个完全的一个不一样的展现给 我们所有的游客跟民众面前 今年由于疫情 十分老街上游客寥寥无几 为了带动地方观光 新平溪煤矿博物园区将为在老街尾通往十分瀑布路线上的 线煤厂空间整理活化 并邀请指风车剧团于31日晚间演出 并透过白天下午的矿箱嘉年华文创市集 制造新景点 未来希望结合老街改造 让十分地区的观光更有看点 平溪十分的老街路面铺设改善的部分 那我们也是非常谢谢 我们议员 林议员的一个大力的协助支持 然后我们市政府也出相当的经费 那大家共同来把整个平溪老街的部面 多年一个更空洞洞的一个在修缠的过程当中 我们这次趁这次机会 争取足够的经费 来一次到位来把它全面的一个铺设 老街过来以外往十分瀑布的路上当中 也可以经过我们这边新平溪的一个 煤矿博物园区的一个卸煤厂的一个地点 我们这次举办矿箱嘉年华的活动 然后也特别邀请了指风车剧团 在我们新平溪煤矿的卸煤厂在这边表演 那这次我们是选择在我们的卸煤厂 不是在我们的坑口园区 因为我们的卸煤厂实际上是非常临近十分老街 所以交通很便利 离十分车站大概就是五百公尺的距离 我们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欢乐的儿童剧的表演 让来平溪的游客 还有在地的学生和居民 可以感受到一次不一样的一个文化响念的体验 指风车剧团在年初因为火灾事件 得到许多观众朋友的支持 这次特别选在平溪区 希望也提供偏乡孩子欣赏的机会 剧目基层故事将在11月31号晚上七点展演 欢迎附近居民游客共襄盛举 记者向阿文平溪采访报道